美国M1坦克在俄罗斯打出来个开门红 被一名俄罗斯士兵当场击毁 俄富豪开出千万赏金 谁能摧毁美国坦克谁就能拿钱 欢迎各位收看本期迷彩虎 我是虎哥 最近美国的M1坦克不卖金身终于被打破了 而打破这一金身的是一名呼号为拉斯维特的俄军士兵 具体细节方面在俄罗斯目前还没有公布 只是说了这是阿弗迪耶夫卡后续战役中 一名俄军士兵使用武器将该坦克击毁的 接下来他将会获得一千万卢布的奖金 和人民币八十多万 现在这些传说中天下无敌的美国坦克 都上了俄罗斯的宣赏名单 一个坦克都不许留着 M1A1主战坦克是美国1985年拿出来的一款全新坦克 也是全世界第一款第三代主战坦克 当时这款坦克的主要作战目标 是作为二代主战坦克的苏联T72和T80 在海湾战争时期 这款坦克得到首次参加大规模实战的机会 随着伊拉克购买的俄式坦克 被进行了一场一边倒式的大屠杀 奠定了M1坦克天下无敌的威名 第三代主力坦克是火力机动防御的完美结合体 而M1更是其中的佼佼者 其正面装甲防护极强 面对破甲的防护力相当于一米左右的军制钢甲 面对穿甲的防护相当于半米 火力方面 这款坦克的120毫米口径滑糖炮 可以轻松击穿中型爆炸式反应装甲 在1500公里外 仍旧有着打穿150毫米军制钢甲的能力 配合上先进的火控系统 完全可以做到直纳达纳 动力就更不用说了 不仅拥有每小时72公里的最大速度 其加速度与越野机动力 也是上一代主战坦克望尘莫及的 这样一款坦克在很长一段时间之内 都是美军的金山图腾 也是美军无敌于天下的证据 但是现在M1坦克的不败金山 被俄罗斯使兵给打破了 就象征意义上来说 这件事情太重要了 当然这款坦克是一款乌克兰特供的猴板M1 但这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大张旗鼓的 被一个大国宣传M1的失败 此前野门和沙特阿拉伯的战争之中 沙特网野军用的是美国自用的 皮肉穿甲弹升级版M1A2 结果胡塞脱协军通过各种手段击毁了20辆 只不过当时因为战争发生在野门境内 关注度不高 美国人把这件事情给模糊过去了 问题是现在可模糊不过去了 俄罗斯方面不仅大肆宣传本次胜利 而且还开出1000万卢布的天价悬赏 可以说在俄罗斯的宣传机器下 M1变成了一个笑话一样的东西 至于俄罗斯方面是如何摧毁这款坦克的 那方法可就太多了 首先就是卡拉什尼科夫公司的柳叶刀高速寻飞弹 在这玩意面前 全世界所有坦克都是众生平等的 此外各位如果看过之前我做的关于主战坦克的视频 应该也都知道 第三代主战坦克都是为了正面打坦克战使用的 所以其正面装甲极强 再加上八九十年代的时候 很少有那种可以直接盯着坦克脑袋打的反坦克武器 所以坦克在顶部防御率上做的很差 而现在不管是反坦克导弹无人机还是寻飞弹 那都是专门盯着坦克脑袋顶贯的武器 当然说到这里肯定有人吐槽啊 你俄罗斯也就搞宣传的时候有能来 但宣传战也是战争的一环啊 在现代战争的环境下 你打了胜仗没有宣传就等于这仗没打 相反如果你打了败仗 但是宣传到位了 你甚至可以把败仗包装成胜仗 这对于维持国内战争支持度和战场军队的士气 有着非常大的作用 就比如现在俄罗斯方面就表示 如果乌克兰一次投入10到15辆M1A1 也就占领一个村子 300到400辆才有可能在战场上取得优势 像乌克兰这种一次投入两三辆的添油战术 完全就是给俄罗斯送人头 当现在俄罗斯方面呢 对美国这些坦克开了一辆1000万的天价 那就是告诉乌克兰人 这些坦克完全就是士兵用来挣钱的猎物 除此之外没有任何的作用 俄罗斯用这种哪怕是通过悬赏 也要消灭美国坦克的 态度消灭了美国人在战场上的不败金身 美国人当然也知道这一点 所以在FDEF卡的乌军溃败之前 美军一直勒令乌克兰 不许把这些坦克用到前线上面 只不过现在再不把这些坦克拉上去 这个乌克兰可能就等不到下一波援助了 不得已美国人松了口 果不其然 这些坦克出现在战场的时候 他们的不败金身就已经被打破了 那些精神美国人们所梦想的 只要M1发起攻击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画面并没有发生 反倒是美国人非常后悔 把M1坦克交给乌克兰 败坏自己武器的名声 这下全世界所有人就更不怕美国了